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年前一个同学的妹妹找工作 我推荐她去了朋友W的公司做仪器销售 去年我特意问过一次 朋友说小姑娘很灵 干得不错 我还挺开心 不料前几天那妹妹忽然给我打电话 说W对她有误会 要辞退她 她说一个客户对她表达好感 被她明确拒绝 结果对方恼羞成怒 跟W说了她很多坏话 W信以为真 要辞退她 她不想走 但怎么解释都没用 希望我去帮她说句话 我于是约了朋友见面 提到那妹妹朋友一脸苦笑 给我讲了完全不同的版本 朋友说小姑娘本来是挺好 说话做事干脆利落 业绩很突出 但今年忽然有两个她手里的大客户 都终止合作了 朋友觉得奇怪 亲自去问 人家说 你们承诺的事情都做不到 没法再合作了 朋友这才知道 原来这姑娘 给人家有的没的承诺了一大堆 提成返利 定期保养 无条件退货 人家要什么 她就答应什么 其实根本做不到 人家自然很不爽 不愿意再合作 那客户是好被她拒绝的事呢 我问 朋友表示呵呵 跟你还撒谎呢 根本没有的事 客户都给我截图聊天记录了 人家根本没什么 倒是她一直 你说这种人品的姑娘 咱们能留吗 做成一单 跑一个客户 全是一锤子买卖 有多少客户给她糟蹋 人品不过关 留着是祸患 不但毁她自己 还毁你 一点没错 我后来想 换我 肯定也会请她走 如果说一个人的能力 是她的发动机 那么人品就是方向盘 方向正 人起码能走正路 大不了能力不济 走不远 若方向不正 发动机越强大 越可能通往灾难 一个读者讲 谈恋爱时 有一次她和妈妈 男友在餐馆吃饭 服务员小姑娘很漂亮 她男友就一直瞄着 对方进进出出 还趁人家端汤 故意碰了一下 幸好小姑娘稳住了 汤没洒 但她男友的反应 不是庆幸 而是遗憾 她傻 完全没注意 但她妈妈 都看在了眼里 回来说 这男孩子花心 品性估计不行 将来很有可能伤人心 得慎重考虑 可她 当时正爱得热烈 哪听得进去这些 后来 执意结婚 第三个月 男孩就出轨了 那几年 她哭得视力 都下降了 嗓子整天 都是哑的 最后 终于死了心 离了婚 带着孩子 搬回娘家那天 她看看老妈 一脸憔悴 却还强装笑颜 内心特别愧疚 特别后悔 当初 没听妈妈的话 年轻时 我们都太容易 被爱迷惑 常常要掉到坑里 才知道 爱情的光 再曼妙 再谎言 最后过日子 还得靠人品打底 人品不过关 留在身边是祸患 职场如此 婚姻更适 我有个闺蜜 自己开了家 浴室店 不过 她大部分时间 都在外面晃荡 把店交给助手 小青打理 小青是闺蜜老家的亲戚 人很本分厚道 从不占别人便宜 买水果 别人多找了几块钱 她走一公里路 也得给人退回去 有一次 她寄错了价 把店里一个 两千多的手镯 当五千多的 卖给了一个老太太 自己发现以后 郁闷得不行 坐那儿 一直掉眼泪 其实 她是拿提成的 多买三千 她就多拿四五百 可这孩子 心里过也不去 好几天睡不着觉 真不是装的 有些东西装不出来 闺蜜说 所以 我也特别信任她 银行卡和密码 都给她 换个人 我敢吗 我多没安全感的人呢 其实 小青并不怎么会做生意 闺蜜经常被气得脑门疼 但她 坚决不换人 不但不换 还老给人发奖金 生怕小青走 有一回 我和闺蜜喝茶 喝到一半 她忽然想起来什么 火急火燎 打电话 嘱咐小青 今天 我表姐去店里 你注意点啊 那是她 亲戚家的姐姐 人不太行 有次去店里 居然顺了一条项链走 表姐在家 没事干 说了好几次 要去帮闺蜜 看店 可闺蜜 可不干 虽然 虽然表姐比小青 亲戚近多了 人又灵活 但是 不放心 人品不行 一票佛绝 闺蜜说 这可能也是大部分人 做决定时的本能 越事关重大 越是如此 老实说 生活中确实有些东西 很难用肉眼判断利弊 比如有时 我们闯红灯 骗客户 欺负弱小 占朋友便宜 在该买单的时候 躲进洗手间 好像感觉都非常良好 没看到任何坏处 但你得知道 那 只是眼前 如果放眼一生 你做过的那些 降低道德底线 折损自己人品的事情 很可能会 一件一件 连起手来 制裁你 所以 想取得长期 最大利益的话 还是得认认真真 赞人品 不撒谎 不作恶 善待他人 遵守规矩 该尽的责任都尽到 答应别人的事 尽量都做到 真漫长一生 还是得靠好人品 伴你远行 以上 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欢 记得在文末点赞 或转发到你的朋友圈 喜欢长浩的声音 可以关注 我的微信公众号 三个声音 在那里 长浩会给你带来 更多温暖的文字 今天就这样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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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